韩明车要去标北宜 现在可是要吃牢饭了 北宜公路呢 九弯十八拐 那么车祸事故也频传 但是呢 韩是有很多民众 喜欢到这里来标车 有个理性的业余车手呢 跟诚信的友人 分别呢 驾着红色的宝马 还有橙黄色的宝石节 双双呢 以破百的时速 在北宜公路狂标过弯 好几次呢 跨越了双黄线 闯入了对象的车道 吓坏了路人 拍照报警 结果台北地检署调查认为 两个人呢 无视交通的规则 漠视用路人的安全 昨天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嫌起诉 检牙官呢 还特别指出 罚金刑度呢 不足 让两个人身心警惕 有必要让他们进入 监索来矫正 要去坐牢 所以对两个人具体求刑 一年跟八个月徒刑